在今天的火线人物 其实我们前面花了很大的篇幅 聊到了这个林秉书 其实讲到林秉书 当然也有扯出已经连续扯好几天的 这个网军台独机关枪李伯璋 可是到底有没有这么巧 李伯璋今天还有另外一位好不好 健保署长李伯璋 那李伯璋被周刊拍到 就是跟这个年轻女性一起吃饭散步 同时还食指紧扣 那个氛围你透过照片都可以感受到 曖昧破表 好那当然今天早上呢 有健保署的活动 李伯璋并没有取消他出席了 他也回应了 一起来看 那个女孩子是相当优秀 真的假如说你们跟她认识的人都知道 她的不管是学问 很多那个就是说做人做事都是很好 那那天我们就一起吃饭 吃饭就说那天吃饭也是突然的一个 刚好有空档 然后就是送她回去这个样子 平常会跟老婆牵手吗 食肢紧扣 会啊 就是这也不是食肢紧扣 其实说实在那个就是在走路的时候 就是这个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样我想这是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个 涵意 生肝女儿是不是感情蛮好的 当然我是觉得我对她印象非常好 说实在就像说因为你有接触的时候 你会知道这个人的 每一个人的人品都不太一样 那我想就对一个人来讲 事实上你会去体会到什么样是一个 就是说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种美感 他当干女儿认很久了吗 那我们事实上是 事实上那个默契是有一段相当长的时间 那样 不过我想是这样 就是我是坦白讲 我是两个概念 一个就是说你本身来讲 就是这是灵意的事情 那每一个人心里面都有一些自己的一些美感 那当然就是我是尊重对方 第二个就是说 其实我就像我在讲 我是个人是一直很珍惜 在健保署长这个职务 我自己是坦白讲我是问心无愧 真的是约会吗 因为通常好像 每一个事情的约会就是 其实有见面的时候就是相当一个 其实通常我们都是一群人一起吃饭 只是那天刚好有时候控档 会有这样一个情况那样 因为有时候可能爸爸跟女儿都不见得会失职交扣 这个是我想就是过度解读 那他的长官呢 这位服务部长陈时中呢 他也回应了 他说还是在这个公务人员 在公务上有没有好好做这个比较重要啦 那言下之意就是说 难道身为政务官的公务人员 这个私得就不重要了吗 因为连这个李伯璋自己都说 这是私领域的事情 但我们看到前有王必胜 后有李伯璋 一个出轨 一个搞暧昧 我要讲的是说 你通通推给了私领域 难道你就可以为所欲为 那这摆明了 其实也是政务官的不良行为不是吗 县长 这个我觉得台湾这个 台湾社会现在变得非常的开放 非常的自由 然后呢政务官外面有小三 甚至生小孩也没事 那这个前面就有王必胜嘛 然后现在这个李伯璋已经看出 王必胜没事他大概也没事 是嘛 所以他就变成一个风气说 这个政府官外面有女朋友也没有关系 这个也不用下台 他已经在变成塑造一种新的公务伦理 那就是说这个坦白讲这个是不是社会可以接受的一个所谓的社会伦理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大有问题 那么我认为 比如说这个王必胜那个是他的过去 过去的行为 那这个过去的行为如果持续当中是有问题 如果他过去曾经犯了错误 就是现在被掀出来 如果说这个王必胜过去犯了这个行为 现在能在持续当中 我觉得这是有问题 如果这个不追究 那等于是将来你在政务官你都可以 他在任内都可以有小三 然后都可以 这一曝光也不会受到官会的影响 我觉得他就是 陈时中在创造一个台湾新的公共事务的轮延 这个影响蛮深的 以前这个一定是差不多要下台 以前差不多有发生这个事情 都差不多是要下台 那现在李柏璋跟王必胜都没事 他应该 也不会有事 陈时中就不好讲 你上一次跟这个王必胜讲的逻辑是这样子 对 那你说这个公领域的比较重要 私领域的这个 比较不影响公领域 你还是可以照做 就是当上一次陈时中 在整个公务的规范 公务行为规范 发出这个界限之后 他就其实很难跟李柏璋 说李柏璋你这样不对 这个影响这个整个卫护部的形象 然后就变成卫护部 就变成桃花枯 对 这有可能 变成桃花枯 那关键就是 关键就是当时陈时中 把这个事情看得太简化了 看得太简化 我个人认为 整个台湾的公务伦理 还是不应该就是 你这个 你看英国最近才不是一个 卫护部的这个 卫护部的这个 卫生部的部长下台了 也是因为他有些英国 这个国家都 纽约州的那个州长也是 纽约州那个更复杂 对更复杂 涉及到性骚扰 所以我认为说这个 李柏璋这件事情 而且他今天讲的话 从那个话中来看 是的确看起来是有涉入到 这个所谓的私人感情 所以名称叫做 名称叫做甘女友 但是听起来 我觉得作为一个政务人员 我觉得台湾应该还没有 开放到这个程度 台湾的社会应该 还不能够接受到这个程度 所以我认为呢 这件事情 当然台湾现在为什么会变得很复杂 就是变成 自从这个同温这个政策 过去之后 好像大家觉得说 这方面可以更开放更自由 但是我觉得 我觉得应该在整个政务观 那么在整个伦理 家庭伦理还是很重要的 你这种 这个如果是有小三 你这样子 这个政务观的家庭伦理 这个概念 我觉得如果不尊重的话 整个台湾社会的秩序会崩溃 所以我认为真的是 陈时中应该要调整 对王毕胜那时候的价值 应该要调整 应该要发出一个 清楚的公务伦理的界线 不应该纵容说 属下交你朋友可以 交小三也可以 我觉得这是绝对不应该的 我都觉得这个刷新三观 建立新观真的这个典范 作为李伯璋 我觉得大家就会耳目一心 耳目一心 对 因为自从王毕胜 这个政务观的这个 他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价值 价值都已经这个 被重新重洗了以后 之后再有个李伯璋 你看哦 李伯璋跟王毕胜不一样 哪里不一样 你看哦 事发的隔天 他就毫不避讳的出来 我们本来想说今天早上活动 他会临时取消 结果他去了 第二点 侃侃而谈 第二点 侃侃而谈的内容 还直接表述 他觉得这个女生实在太美好 对他的欣赏 在心中有一种美感 对不对 他就直接的把这个 这种所谓的仰慕之情 其实就是我们年轻人 所谓的告白 直接的隔空告白 今天真的是告白 所以我也觉得 但是呢 我觉得一点都不要意外 他太太也可以接受 他的太太 因为他说 这个太太的 他不知道他太太知不知道 他妙是说 他不知道他太太知不知道 对 这个我都觉得说 他跟他太太是 那他说他儿子看到报导知道了